臉書 YO!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轰 那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測試 就是說 我們的主角先拿出來好了 就是這個 Js-RN 那為什麼提到它是N 因為它是新顏色 它的代號就是Js-RN 那它本來有一支叫做Js-RN 就是舊色版本的 是銀光黃的顏色 那我之前在奧運前 就是2016的时候 因为我看开始有选手代言那支球派的马来西亚队开始用 然后我看到这配色的荧光黄 我整个这个被中毒到了你知道吗 我就是觉得这颜色实在太好看了 一定要给他买一支来打 那GS12当时买回来的时候 我就打 我觉得我好好打 第一次我对 亮剑的产品改观 因为 我大概在买GS12以前 我大概有三年没有用胜利的产品 因为这上一次用的时候是什么 Ti99跟亮剑 就是那个时代了 后来就没有人喜欢胜利的产品 那时候大家说这个GS系列 用了那个三菱的中感 然后整个打感大提升 胜利整个大进步 我就 好 就买了一支试试看 果然 三菱的中感真的好 真的有效 搭起来 那个 拆拆的感觉都没有 那个中感弹性 好很多 因为让我对胜利改观 那我打了之后 我朋友跟我说 胜利的那个 GS12 会塌陷 你的有没有塌 我听了吓一跳 会塌陷 然后我就很怕嘛 我那时候来穿 第一次穿首线 就是第一次上线 我就把它剪掉 马上来看 就它这个GS12在 这个位置 这边 这个 4点钟或8点钟 就是其中一边 它会有这个塌陷的问题 就是他们可能 制成这个产能的 有点问题 就是会有塌陷 那 我想说 就剪开来看吧 就一剪 真的凹进去 但它不是整个全凹啦 就全凹那个太 太太严重了 就是整个塌进去 它就是有点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边角已经微塌 已经下线了 所以 我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穿第4 第二个我穿25磅而已 就整个凹 就是有点凹下去 吓到我就 不敢打这支球牌 因为我知道再穿下去 它越凹越大 这种 球牌它塌陷之后 就是 基本上没救了 就是你再怎么保护也没什么救 你换拍钉什么也没救 它就是会慢慢进去 凹进去 除非你都穿个什么 20磅啊 19磅 不然它会慢慢凹进去的 所以 我也吓到了 我就 直接把这个球牌 二手就卖掉了 这个 蓝色版 就是12N 新色 他们已经改善了这个塌陷的问题 所以我 听到他们说塌陷的问题解决了 加上我又对那支念念不忘 因为我觉得蛮好打的 12N 一出来 颜色也很中我的胃口 就是 他们说是孔雀蓝的配色 直接买 直接买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看说 它到底有没有塌 那这个不是首线 这个我大概穿了第3次 这上面有自己换的拍钉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台湾啊 胜利 如果你自己换拍钉的话 这个判陪是不会过的 不想塌陷 但又不能换拍钉 然后塌陷了 你们自己 斟酌考虑一下 这个 你们 OPOK 能不能承担 那我们现在就是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 剪线 现在现在上面 第3次穿线 解剪 看有没有任何凹一点的迹象 那我目前看外观来说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凹的问题啦 废话不多说直接 残酷单元剪下去 那我们记得剪线啊 复习一下 从中间开始剪线 然后一左右这样剪 中间剪 然后一左右 这样子你可以让你的框呢 在比较舒服的方式 慢慢伸展开来 它就不会突然 力道过猛 有一边突然力量太强 然后往下压的力量 不然你如果 一直先这样剪 有可能框会裂 好我们剪完了 剪完了 我们现在先检查 就是说 之前它的地方 就是这个 48点钟的地方 我直接把它拆线 红色拍进这个地方 好我们拿一下工具 好我现在是用这个 斜口钳 来那个 拆拍钉 那我跟大家讲 这斜口钳 拆拍钉 需要一个技巧 就是如果你技巧不成熟 会 掉漆 就是你会把漆刮到 这个技术好的人 他是可以不会碰到 框的 所以说这个 你们不要 学我啊 这个哥哥有练过 尤其是这是我自己的球拍 所以如果你不是拿自己的球拍 千万不要学我用 这个斜口钳 拆拍钉啊 这个是需要一点技术的 不然会伤到那个框 除非你对球拍掉漆无所谓 那就直接来吧 现在拆了这个双线孔的位置 看一下这三颗 没有它 这边没有它 这一块没有它 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看不看 有没有对焦到 没有它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头 把它点一下 看一下这个位置 你说那换拍钉有没有什么工具 有它其实有工具 它不应该用这种斜口钳 只是我因为很懒 加上我有多年换拍钉的经验 所以OK的 另外一边 没有它 看一下转型 看一下这一颗拍钉 不错 那真的是 这次产品有改善 那我可以说是一只好 都没它 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到 完全没有凹陷去的 那种痕迹 就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塌陷的话 你上网搜寻 羽球拍塌陷 它就会有一个就是那个两个孔嘛 对不对 然后一点 往内缩的感觉 那个就是有点塌陷 那个久了就会缩更多更多 缩到它不能再缩就直接断掉 所以这个塌陷 我目前看胜利这个非常的完整 尤其是 我现在都穿 三次有穿25到27磅 没什么问题 这次真的 好很多 这次的 确实改善这个塌陷的问题 满满意的 那 这个是个OK的球拍 所以说大家黄色的 可能小心一点 但是 孔雀蓝 这个12N 不错 不会它 框的 才值蛮强壮的 我觉得个人觉得蛮强壮的 所以 OK 这次 这个12N可以买 好打 好打 我们测试到这边啦 下留言 你有没有什么球拍会塌陷的 分享一下 让大家知道 哪个品牌的球拍 有塌陷的问题 好不好 下面留言 就是你有塌陷过的球拍 好不好 那我是小红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来看更多的影片 粉丝床也可以按赞来关注我的最新消息 那我是小红 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